2019年紀韓年朱年又到了 在新年內十二生肖的雲情將會是怎樣呢? 哪個生肖在今年特別好雲呢? 哪個生肖在今年屬於梵太歲 特別小心及謹慎呢? 所謂一年之際在於春 如果想好好把握新年開始的話 首先要知道2019年紀韓年的立春在何時 2019年紀韓年的立春 在2月4日早上11點28分 即是屬於年30萬 簡單來說 跟黃年一樣 今年屬於先立春的後光年 在立春之前出生的嬰兒 其實你的生肖屬屬於狗 一定要在立春後出生的嬰兒 才是屬豬 請不要誤以為 要等到年初一之後 嬰兒才屬豬 屬後的朋友 雖然今年屬於太歲雙元和雙破的一年 就代表輕名的梵太歲 但今年明宮中很多福星降臨 所以今年只要心平靜和 今年的運氣也相當不差 在事業方面 今年因為有福星、天德星和天福星降臨 所以今年貴人相當不錯 相當多 只要以成代人來說 今年的運氣相當不差 當然明宮中有一個卷食 即是容易與朋友或同事之間發生爭執 只要今年沒有太過執著 一切以和為貴 今年的事業運相當不錯 在藏雲方面 今年屬後朋友的藏雲也相當不錯 因為今年有福星降臨 所以今年無論正財、偏財方面 都有不錯收穫 但今年因為明宮中有一個劫殺星 即是代表有破財 劫殺是代表因朋友而失財 所以今年千萬不要借錢給朋友 亦都沒有做擔保人 否則今年可能會有錢財損失的問題 在感情生活方面 今年屬後朋友的感情生活 亦都不差 尤其是單身的屬後女性朋友 感情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當然今年明宮中有一個卷食星 即是代表爭執、捱撒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年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口角問題 今年亦都有一個綠海星 代表綠親不和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年與家人相處方面 一切仍以和為貴 屬後朋友在健康方面 最大的問題是精神比較緊張 可能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今年容易有失眠的事情發生 建議屬後的朋友不妨多些休息 注意高溫的飲食 今年亦都會把問題減到最低點 今年亦都有一個披麻星 出現在你的明宮中 即是代表容易披麻大校 所以家中如果有老人家 身體健康一向不好 今年要特別注意身體健康 否則就有白氏降臨 建議在顏色方面 不妨多了一個紫色、藍色 或粉紅色的衣服 可以提升你的運氣 同時亦都可以考慮在初一十五 食齋或多做慈食或義工 可以提升你的運氣 在風水布局方面 今年不妨在西北方、東南方、西南方、東北方 和西方的地方同土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有所移民 是否所有凡太歲的生畜 今年不好運呢? 合太歲的生畜特別好運呢? 當然剛才說的十二生畜 只不過是根據出生年份來看 如果你很想清楚知道自己在2019年 豬年的運程度是怎樣的 不妨去買這本叫豬年報喜的2019年運程書 根據你出生的年、月、日 來看你在豬年的運程度是怎樣的 當然書裏也有面相預測 你在豬年的運程度是怎樣的 當然書裏也有風水布局 或者是一個通信 亦包括過年一些習俗 例如何時開工、接財神的吉日 如果你本身真的很想把握 一個豬年的運程來說 不妨去大眾書局購買這本書 可以了嗎?